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在初次看到类似百度进军生物计算这样的新闻标题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强烈的不明觉厉的感觉 甚至有人会以为是百度要用生物活性物质来制造计算机 就好像科幻电影中出现的那种插满了电极的一摊软乎乎的脑组织 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实际上这些新闻说的是百度要设计一种AI算法 它能够根据有限的蛋白质信息 准确地绘制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我们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百度相当于要帮助警察设计一个程序 它能够根据受害人的描述准确地绘制出凶手的外貌 绘制出某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对于新药研发 例如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但是这个问题也极为困难 它是当今人类科学面临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 想要知道它难在哪里又为什么意义重大 你就需要继续听我往下讲 蛋白质从微观上来说就是一团有机大分子 它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零件 每一种蛋白质都有一个特定的三维结构 但这种三维结构有一个特殊之处 它一定是由一根长长的链条折叠而成的 要理解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到底是怎样的 你只需要去玩一种叫百变模齿的儿童玩具 立即就能理解了 百变模齿是一节一节的 每一节都可以做各个角度的翻转 因此你可以把一根长长的模齿 折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模齿的结束越多 能够折叠出的形状数量就会成指数级的增长 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元叫氨基酸 它就像是模齿的一个结 蛋白质在刚刚生成的时候 就是一根长长的几十到几百节的模齿 然后它会在几微秒到几毫秒的时间内迅速的折叠成一个特定的形状 因此在电子显微镜中每一个蛋白质就像是一团乱麻 因此决定一个蛋白质的性状和功能的就是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和蛋白质最终折叠成的形状 比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在面对病毒和细菌的入侵时 就会产生一种Y字形的抗体蛋白 它们的形状就像是一个抓哇哇机的夹子 能够精确瞄准并且夹住那些入侵者 在我们的韧带骨骼和皮肤之间就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它们的形状就像是由三根粗绳拧成的麻花 为我们的皮肤提供张力从而显得有弹性 再比如2020年获得诺奖的基因定点编辑技术CRISPR 它正是利用了一个长得像螃蟹钳子的Cas9蛋白 它会紧紧地加注基因组中某段特定的DNA 从而进行检切 因此对于一个蛋白质 科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两个信息 一个是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你可以想象成磨齿的那些结 另一个则是蛋白质的结构 也就是磨齿折叠后的形状 序列信息相对来说容易获得 但是结构信息却极难获得 可是这个结构信息恰恰又更重要 因为知道了一个未知蛋白的结构 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它在细胞中的作用 如果这个蛋白质与某种疾病相联系 那么科学家们就能够根据它的结构形状 开发出相应的药物来 1972年有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克里斯蒂安·安芬森提出了一个假说 他说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信息就足够了 因为他在实验中发现 一个蛋白质只要序列不发生改变 并且一直处于同一个化学环境中的话 那么它每次都能折叠成一样的三维结构 所以蛋白质在三维空间中该如何折叠 这些信息其实都已经包含在了它的氨基酸序列当中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理论上我们就应该能够准确地推测出它的三维结构 安分身的这个假说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认可 然而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 好像知道了这个理论也没有什么用 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燃病卵 虽然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相对容易地测出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但是拿到了这个序列 我们依然无法根据某条物理法则准确地推测出它的三维结构 为此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将近50年 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能彻底弄清楚蛋白质折叠的规律 这个问题在生物化学界就被称为蛋白质折叠问题 它是21世纪人类科学面临的几大挑战之一 现在的科学家想要弄清楚一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唯一的办法还只能是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用极其笨拙的方法通过大量的重复性实验来找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需要的实验设备如冷冻电竞 X射线晶体颜色仪 核磁共振仪等等 它们的价格都很昂贵 例如冷冻电竞一台的价格就高达数百万到几千万人民币 这个过程是否顺利 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运气不好的时候 重复个上千次实验都有可能出不来结果 因此每解析一个蛋白质的结构 通常的成本在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之间 但是从上世纪末开始 以IBM为首的一些计算机技术公司 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信息 利用超级计算机来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这相当于就是把原先在试管中进行的实验 转移到电脑的数字空间中来进行 这个想法在当时来说 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 因为它的运算量 对于当时的计算机来说 就是天文数字 你可能会感到好奇 预测一个蛋白质的折叠 怎么会需要海量的计算呢 粗略的来说 计算过程就好像是在彩票箱中摸奖 一个拥有一百个氨基酸的蛋白质 你就想象成是一个拥有一百节的膜尺 它一共可以产生大约10的94次方种不同的形状 这个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数量了 计算机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排除法 根据一定的规则 先是一批一批的排除某类绝对不可能的结构 然后再根据蛋白质表现出来的性状 一个一个的排除 到了最后阶段 就像是不停的在一个巨大的彩票箱中抽奖 每抽一次都要耗费巨大的运算量 IBM用了五年的时间搞研发 终于在2004年宣布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电脑 蓝色基因Blue基因问世 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蛋白质的折叠问题 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像计算机专家们估计的那样乐观 十年之后蓝色基因升级了三代 超级计算机也没能取代试管和X射线晶体仪 还有核磁公正 因此IBM也遗憾地终止了蓝色基因系列的开发 不过IBM的失败并不代表计算机模拟蛋白质结构的失败 恰恰相反 在IBM的带动下 参与这项挑战的团队是越来越多 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各种各样奇妙的解题思路也是层出不穷 最好玩的一个例子 是华盛顿大学的大卫贝克教授的发明 2008年 他的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Foldet的解谜游戏 而这款解谜游戏的内容 就是让用户凭借着自己的直觉来折叠蛋白质 然后根据一定的规则获得分数 结果是非常的喜人 一个困扰了生物学家15年之久的 猴类艾滋病病毒相关的蛋白 作为谜题被上传到游戏之后 玩家们只用了10天就成功的破解了 它最可能的折叠方式 从1994年开始 就诞生了一个名叫CASP CASP的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 参赛队伍也是越来越多 而且是全球的科技大佬云集 在这个竞赛中 裁判就会给每个小组预测的结构进行打分 满分是100分 在2020年12月结束的第14届竞赛中 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团队 就是那个曾经开发出著名的 微期程序AlphaGo的团队 他们开发的AlphaFold程序获得了冠军 得到了92.4分 要知道在上一届中 同样是冠军的他 得分还不到60分 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太令人震惊了 AlphaFold预测的蛋白质结构 已经非常接近于真实实验中做出来的结果 人类离计算机攻克蛋白质折叠问题 只有一步之遥 好 讲到这里 我想你对生物计算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不知道你发现没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 居然没有一次提到咱们中国 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一项科学事业 在过去的几十年 基本上都是老外在玩 没我们中国人什么事情 这真的是一件让我感到揪心的事情 因为未来的新药研发 疫苗研发 精准医疗等等生物医学技术 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得生物计算者 得天下 传统的试管 加电竞式的研发模式 终将被AI所取代 这项科学研究事业 理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好 这就是本期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种讲述方式 别忘了点击订阅收藏分享 还有留言一键三连 不管怎样和我互动都欢迎 咱们下期再见